你现在学佛没有离开这十八戒 你怎样修都同样 各位你现在怎样修都同样 所以呢 所以你现在你要很 你心要很近的去观察说什么 去观察说你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 你现在掉入十八戒的哪里 各位那我现在一个一个来跟各位做解释 好我们先从眼睛 各位我眼睛呢往外看 各位我眼睛呢往外看 我就开始执着了 我就开始被污染了 好各位我被什么污染呢 我回去给你听 但我眼睛呢看到外面的女色 我的意识呢就产生了贪爱 所以呢我被贪爱呢所懒 好 当我的眼睛呢 看到不该看的恐怖的现象 各位有很多的人晚上不敢看什么恐怖电影 对不对 日证当中或许敢看 大家可能看 晚上三个半个 叫你自己在家看那个长片的恐怖片 你就没啥跟他看 尤其又晚上又七月四月 七月四月要搞 你知道吗 还七月四月要搞 还有你家住房子的房子的房子 好吗 好 所以 世上你只要看到那一幕 你的内心就生起了恐惧 你晚上 各位 亲者什么 亲者呢是睡不着觉 众者呢是睡不着觉 欢来欢去 突然之间睡着了 开始做噩梦 各位难道不对吗 这不是你 各位你难道什么 一个难道贪爱 一个难道的恐惧 各位你 说不定呢 你等下课 下课之后呢 骑摩托车 你就看到那不好驾 不好驾 可能在路边 你拍他爸爸妈妈 你看着怎么 实在是路见不平 想要拔刀什么 相助又找不到刀 有没有 所以你可能什么 弃在心里 那主位你是在弃什么 你看到那一幕 你又被称恨所拦 那各位我现在问你 你这一辈子 哪什么时候不被拦 你眼睛看的 每次看的也是 你所看到的都是这个样子 那各位 那你现在注意到 以心理学的角度 我分析给你听 当这个东西呢 印到呢 对不对 你的表意识 当你继续想它呢 它就会进入你的潜意识 然后呢 你的内在呢 就会被这些负面的情绪呢 所控制 这是心理学的角度 以佛学的角度呢 所以你有八世田中 你有心田 你看到的这些的种子 这些不好的坏种子 当它呢 对不对 飞到你的心田 有没有 你的内在呢 就会杂草重生 就会环恼四起 你要明白这个理论啊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理论 各位都知道 为什么那个杂草呢 除完了之后呢 它马上呢 对不对 又在长呢 那你会说呢 杂草不除根 因为春风吹又生 诶诸位 难道只有这样而已吗 难道只有说 那你因为有根 所以那你才会长草吗 你会觉得说奇怪 那你本来没有草 怎么也会长草 各位 有没有 因为自然界当中 就是有这些的种子 有没有 它会随处飘嘛 所以它就会长 那各位 那我们心田啊 啊 各位 搭一堆堆 都不可以买 诸位 你心里这堆堆不可以买 你知道吗 各位 你这块地怎么卖 你要好地照顾你这块地 但是呢 你动不动呢 你的六四出六门 接触六成 你就要出了 你就被污染了 所以各位 所以当你污染之后呢 事实上你的内在呢 你的内在的想法 是你被污染的 你外在的语言呢 是讲那个的 所以各位 所以你去观察 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 你 那你现在训练 你现在要训练 说 我眼睛看出去的 我不再贪爱 我看出去呢 我不再呢 愤怒 我看出去呢 我不再恐惧 各位 白天为什么不恐惧 为什么太阳下山 你又恐惧 因为你看到的什么 对不对 光明跟黑暗 因为你的意识概念 你就很害怕黑 各位 你们知道人 为什么很害怕黑吗 我在跟你们做说明 我们带你们走路呢 对不对 前世今生 各位 对不对 因为我们曾经走过一段黑暗 各位 我们死亡呢 也面对了黑暗 当我们投胎的时候 也面对了黑暗 当我们在母体里面呢 也面对了黑暗 所以我们很害怕黑暗 当我们孤独的时候 也是黑暗 当我们闭关的时候呢 也是黑暗 当我们在墙角呢 也是黑暗 各位 在我们累劫 在我们无限的意识里面呢 黑暗是很恐怖的 各位 你不小心呢 掉入海里也是黑暗 不小心呢 落入山谷呢 也是黑暗 你知道你在对黑暗 多么恐惧吗 你有知道 对不对 你种种的过程当中 你累劫以来 对黑暗呢 事实上呢 的印象都是很糟糕的 我认识一带 看你怎么会听的一样呢 说到这才会听的 所以呢 有时候你只看到什么 只看到说什么 只看到说现在怕黑 你都不知道怕 怕的原因 是来自于小时候 各位我所讲的 不是只有小时候 没有这么肤浅 是前世 没有这么短世 这三世 没有这么短暂 那是无限的时空 各位 各位什么叫知 什么叫你不知呢 表意识 你知 什么叫你不知呢 浅意识 你不知 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只是怕 只是爱 那是潜意识 所以一个修行人当中 各位一个修行人当中 他表意识 他表意识 他一看就知道了 他潜意识的东西呢 他透过修行 他也能懂潜意识 最后他突破的意识 他连意识都突破掉了 一个人连意识都突破掉了 他的智慧 才正式的展现 我记得我二十几岁 很喜欢读心理学 学了佛法之后 实在是 觉得说 哎呀 小乌见到 那各位 那我们刚才所讲的是 眼见 好 各位现在耳闻 诸位 你的耳朵呢 对 听到喜欢的 不是产生的 贪爱吗 各位 我们很爱听什么 我们很爱听 人家跟我们耳朵 我们很爱听人家跟我们肯定 我们很爱听人家跟我们鼓勵 我们很爱听人家跟我们说 我们一些好话 各位 所以你心申请什么 贪爱 所以各位我给你说 如果你要做 如果你要做为别人的好朋友 唯一的自己 你就按照这样 你就说 他开始 他的心中就会创造说什么 只有你了解我 只有你懂我 诸位你知道吗 你自己会创造这个概念 那各位 那各位 接着你就会什么 接着你就很喜欢跟他 接着你就想跟他连在一起 接着呢 有没有 就想说呢 什么事情都跟他在一起 那诸位 你现在交了一个好的 你现在又交到一个好朋友 但是呢 你又被呢 一个好朋友所困 为什么 因为没有看到他 就觉得怪怪的 因为他没有来上课 我就不想来上课 对不对 那因为呢 他怎么样 所以我就怎么样 诸位 你以前 没有交朋友 最后都没事情 交了一个朋友 还是有事情 我妈说 你看 你 有没有察觉到你的内在啊 那诸位 那是内在的喜欢吗 好 那各位 那如果呢 你听到别人的诽谤 别人的试辉 别人说你的长短 别人的批判 别人对你的缓对 别人对你的种种 诸位 你又开始 生气 愤怒 诚恨 习惹 那诸位 你不是又被懒了吗 好的也被懒 不好的也被懒 那你说怎么办呢 各位那你说怎么办 啊好啦 不谈这些啦 下课来中华路散步啦 对不对 各位 走走走走走 对不对 走到夜市场听到呢 对不对 邓丽君唱的歌这么好听 要不要买 假如他很好听就一定要买 不买呢 不买内心怪怪的 你看 你又被邓丽君的歌呢 所揽 买完了这一块呢 要走一百家 要听到灰心的歌 好不好听 好听 不买又不行 对不对 你要被呢 对不对 灰心的歌声所揽 各位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呢 不是否认他 而是说呢 各位 所有的 所有的现象都值得呢 你欣赏 各位我几个例子 我几个例子给你听 比如说杨振允 这份火炒了怎么 不错 有什么把他带回去吗 没有 这样就好了 各位 我想来讲 我想的人生 就是这样的人生 好不好看 好看 要不要欣赏 要 要不要带回家 不用 这样了解吗 人生就是这样 主位 天上的月亮 不用想把它摘下来 知道吗 天上的月亮 就是月亮 我欣赏月亮 我从来都不想把它摘下来 各位 修行人最活泼最自在 对不对 你说那个东西不是他的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 不是他的 为什么 因为啊 他的内在呢 都可以欣赏全部 各位哪个东西不是你的 各位 有时候呢 我常这么讲 啊 各位 有的人到那个猪 到那个哈 比如说珠宝行 啊 可能去买一条 对不对 二十万的珠宝 等一下呢 有没有 就去买一个 那个五颗拉的钻戒 等一下呢 就再去买一块 那和田白玉 哦 这些呢 对不对 珠宝啦 黄金啦 玉石啦 有没有 买了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 买来了之后呢 有没有 就赶快呢 明天呢 到银行什么 申请一个什么 保险箱 然后呢 就把他买一千多万的东西 就把他锁起来 买一千多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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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锁起来 然后告诉自己说什么 那个是我的 然后把他锁起来 但是诸位 事实上那是你的 好 好啦好啦 纵使说那是你的 你敢不拐 你敢不拥 你敢不拥 你敢不拽来摇摆 摇摆 你敢不拥 你妈不拥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敢 对 书位 我的手的 手的让它砸去 我的阿嬷滚 当然不敢 我的阿嬷滚 我的手手让它砸去 我的阿嬷滚让它砸去 对不对 啊买在家的呢 对不对 差辣 差辣什么也可以逃脱 连书贞昌 他们都可以逃脱了 对不对 对 还有什么人 他们都不可以逃脱 所以各位 所以花一千多万 卡在这个银行的保险柜 各位 不是跟我同样 对不对 我来看山羊 我就走去店说 我要看那个 人就乖乖好不好 稍微看 我心想 心想要就说 啊谢谢 我就走了 我感觉是这样 对 我来看 我来看教育 我到义师 随便逛什么 随便有 冬摩摩 西戳戳 我也都可以 那这位 你不是想看吗 你不是想看 财道保险柜 去打开来看吗 我现在可以不用花一毛钱 我什么都能看 我想看 多有人看 而且不用互管理费 我也不用花一千多万 这位 你只有一种概念 什么概念 那是我的 简直是笑死人 你的使用激励 跟我的使用激励 说不定我还是使用激励比你高 而且我还是更多样化 所以你为什么活在那概念 那是你的 什么是你的 你都不能够面对 对 你还说现实 我说那学佛法的人 最现实 你看到的还是假象 不是真实 所以各位 你用这样的概念 各位 这样的概念不是去否认他 而是说 真的是这样的 去面对 所以我说呢 这里 内在没有这种概念的人 全部都 所有东西都是他的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样 这个人 来吃到老 都没人要纏意 有鼻子吗 真鼻子 各位 以现象来讲 伯母伯哀伯哀 好各位 那我问你 你吃了 看几个人要纏意 现在有一个妈妈 娶三个儿子 这四个人 身心肯肯都照顾的儿子 保护的儿子 外面的人 跟他们的儿子 都有关系 都一定有他们的儿子 他就要好好保证这三个儿子 第一要友好 第二 不能怎么带到母 再变人了 变母的 第三 这三个儿子 一定要有能力照顾他 第二 这三个儿子 一定要比他晚死 只要稍有状况 他这四人 所有人际关系 都失败在那三个儿子 吃了 怎么 各位这样的 机力了算 这三个都能好好地 照顾他的机力不高 再说之外 但是如果你这个妈妈 有没有 天下的孩子 都是我的孩子 你知道吃了 有多少 有多少人 会把你友好吗 你都不要去察觉 主位 你怎么多少人会把你友好 举个例子 可能以后有一千人 一万人 这是什么 家里的学业妈妈 村臣爸爸 好 你看 你看 多少人关心你啊 多少人孝敬你啊 那就是以前呢 你的观念 塑造呢 你以后这么狭隘 所以我才说呢 对不对 当你去明白这种概念呢 所有的东西 尽是你的 大家要早一点 体会这种概念 各位 这个东西不是风凉化 那所以呢 各位 所以你耳朵呢 所听到的东西 你懒不懒 你当然被懒 那你如何达到不懒呢 你如何达到呢 对不对 那个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脸呢 那就是你要有功夫啊 对 各位 那有的人什么 有的人不要说懒不懒 各位 有的人 你会听 所以什么 他对呢 事情不懂的判断 听人说什么 有没有 他可能就是 余悟的什么 大局 各位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 有没有 很多人呢 都听什么 小人 有没有 各位 各位 有的皇帝呢 根本呢 从来都没有出过那个大门 不是呢 太监就是换官 有没有 那说什么就怎么 就相信什么 所以三人 我看你 一向 后面有可能 做皇帝 要开始 怕水 知道吗 不要 没有走出 这里 只有天身边的人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各位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佛法 他会让你变得很有智慧 很操然 人家骗你 骗不了你 对 人家重伤别人 亦重伤不了 那你就会知道说 那对 你没有悲难 所以我现在所讲的是 眼见耳闻 当然接着下面 对 还有什么 对 还有 对 你闻得到的 你吃得到的 你接触得到的 你想得到的 那诸位 你说你修行 有离开这十八戒吗 你的修行 我也没有离开这十八戒 那诸位 那你知道 你染在哪里 那诸位 那有的人 只会怎么样 各位 有的人谈到这个舍 只是会讲说什么 这个吃到东西的味道 对不对 诸位 我意思就是 不要这么狭隘 谈到说 吃到那个味道 咬一吃 你就咬一吃 诸位 这个舍 没有那么狭隘 这个舍 讲话 诸位 我们修行人 我们修行人 一定要 会讲话 为什么 因为你的修行 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讲话 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讲话 说实在的 你今天有什么程度 都没人知道 你今天这样路定 跟什么程度 那也是你们家的事 知道吗 这个问题是说 你的表现 你的表现最直接的就是讲话 你的讲话出来 会让人家知道 马上人家就会什么 接受你或否认你 很简单 一翻两顿眼 你的讲话是很简单 会让人家察觉 但是诸位 但是呢 你观察你过去讲话的种种 你就会发现到呢 你真正的内在 诸位 我举个例子 各位 请你回答我 真正的内在 真正的内在 你不要骗我 比如说三立 讲你真正的内在 好 不要骗我 你希望别人比你好 还是你比别人优秀 直接回答 对 这就是人性 知道吗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人性 我们每个人的内在很糟糕 我们每个人内在 都希望比别人优秀 好 诸位 这个概念 你说好嘛 好像是很好 你说不好嘛 好像是很糟糕 我开始分析给你听了 我们内在就是 希望表现得比别人好 各位 你的这个概念呢 你会想办法去胜过别人 一种呢 就是你有能力去胜过别人 各位 我跟你讲 当你云了 当你云了全世界 你会觉得你很孤独 很寂寞的 你会觉得 所有人都很讨厌你的 这就是你胜过所有人 好 第二个概念 当你的能力不如人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 你开始就想 第二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是什么 重伤别人 毁谤别人 批评别人 让别人啊 对不对 不如你 各位 我们内在有个什么 叫做自战 毁他 我们在讲话 都在毁谤别人 我们十个人 有 我们十个人有九个九 都这样 各位 我们十个人 九个九 都是这样的人 各位 你注意观察你讲话 你随时拿个录音机 录你讲话 你常常呢 在自战啊 都在毁他 大家都这样 为什么 对 你在毁谤的 不是跟你讲话的人 跟你讲话的人 你不敢毁谤他 为什么 因为那叫人情世故 所以你毁谤的 就是不在场的人 等到什么 等到现在听完你毁谤的人 走了之后 被毁谤的人来了 你就开始在毁谤 刚才走那个人 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你这一辈子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给你打赌 所以事实上呢 当我们去采取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去观察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观察了别人 观察了自己 说实在的 我只能够讲一句话 很痛心 相当的痛心 与任何人都一样 不知道 不知道哪一天 他才能够真正的 不讲一句 自占毁他的话 我们不要讲开悟 不要讲就好 哪一天很困难 为什么 刚才三例讲出人性 人性希望比别人优秀 所以他不是胜过别人 就是打击别人 那他才会出头 你了解吗 这就是 这就是你的潜意识 所以主委 你来胜口 后面对几个人 你变得怕 不是孤女鬼 是你的内在对好多个人 那是你潜意识的人格 各位有的人很喜欢听我的课 很多人 有的人很不喜欢听我的课 听完之后 人性一五四处 你会觉得说 主委 修行人 就要去敢面对自己的内在 对不对 你才会改过 你才会知道说什么 各位 你不是讲什么 念念清楚吗 念念清楚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自私就是自私 你掉入这个陷阱 就是掉入这个陷阱 你要去承认他 所以各位 所以这些东西 你都要去明白 所以主委 所以我说修行人 改变最大的 就是讲话 从一个人讲话 就会知道说他变了 各位他真的变了 所以有的人讲的话呢 有的人讲的话 他这辈子讲的话呢 都是两个字 无聊 各位我们不能讲说 他讲示威 他这辈子讲的话 都是无聊 有的人这辈子讲的话 就是两个字 抱怨 有的人啊 就在讲批诞 你观察每个人 他的特质有够明显 他属于哪一类的人 哇 我们连钢玩个游戏 他这边跟你打 你说你是哪一类的人 跟你打 那你就会知道说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主委啊 进入他 然后呢 如何从此不再被拦 你的内在如何从此不再被拦 各位过去被拦就被拦了 你现在如何不再被拦呢 那你用现在的愿力 用你现在呢 修行的定力 对 你才有可能啊 对不对 转三读呢 为界定会 你照样都回来 不然你回来 各位 过去错了 我有用忏悔的力量 才能够改变 过去的无知呢 我有用智慧呢 才能够去突破啊 所以主委 你在看经典啊 不要停留解释 那是无意义的啊 你要看经典呢 事实上各位 就像以这一段来讲 你就能怎么 在那想一世人 一世人 你一世人都这样过 看了这一段呢 你可以眼睛闭着 你观察你从小到大 所成长的背景 你观察你这一辈子所作所为 你给他看 懒得生不生 那你如何呢 以后不然呢 以后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接着看下一段 经文 来去自有 通用无知 即是般若三昧 自在解脱 民 无念 行 到这边 各位前面是跟你讲 无念的定义 对不对 无念的定义 各位 无念的定义 就是知见一切话 心不懒着 这就是无念的定义 现在跟你讲的是什么 那如何呢 去行呢 用无念呢 去行呢 所以呢 这一段呢 所讲的就是无念行 用无念的理论方法来修行 那诸位 那行怎么行 行就是 对不对 六事出六门 以六成中无懒着 诸位 这就是行 好 那各位 那行到最后 你就会达到一种境界 达到什么境界呢 就是现在这个境界 来去自有通用无知 诸位 这就是境界 你受到尾了 你有这种境界 这个我举一说明 我举一说明 以前 看到了可恶的人 我们的内在呢 就会什么 咬牙切齿 或是饥饿如丑 我们现在看到可恶的人 对不对 就会看到他什么 可怜的一面 就会看到他们可悲的一面 就会看到他同情的一面 更深入看呢 就会看得到他成长的背景 这个诸位 这个电视剧 电视剧里面 是不是常演一些 像什么 玫瑰同龄演 有没有 或是什么 什么社会记者的故事 各位有没有 就是有社会现象里面 都有一份故事 这样对不对 事实上 每次在描写他的故事 都是他小时候 一个环境 造就什么 他那个样子 对不对 他不是天生 就想那个样子 看多很多都是这样 那所以诸位 所以假设你能够看到 他小时候的背景 事实上你对 对这个可恶 可恨的人 已经不再恨了 那假设你对佛法 真的深入 你可以了解到 他过去的因缘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 入定的人 诸位 一个阿罗汉 可以看到 过去五百世 诸位 假设现在这个人 一直陷害我 当我在定中看到 过去世 我联系几世杀他 你说你会气他吗 你还每次他打你一下 你就说 拜托再多打一下 对不对 我过去事情 伤害你很深了 诸位 沿着上 这个事实 这个秘密 你看不到 你看到的 只是什么 只看到的 只是说 有没有 对 你怎么可以骂我呢 你只看到 只是这个 所以当我们去 去明白了这种概念 诸位 所以我眼睛 看出去的东西 所以 可恨的人 我不再恨 那各位呢 那可爱的人呢 我意不再贪 各位 为什么可爱的人 我意不再贪呢 这个 这个以前 在世尊的时代 有一个呢 十八岁的姑娘 有一天呢 看那个佛陀呢 到呢 这个社会城呢 去脱波 然后呢 佛陀因为 他是个大赤大物的人 所以他整个的 画像呢 庄严 让人见到呢 都会 心生恭敬 然后呢 生起滑喜 那个呢 那个女孩呢 就问旁边的人 她说 她是谁 旁边的人说呢 她就是佛陀 对 然后呢 那个女孩呢 就想跟佛陀出家 所以呢 隔几天呢 隔几天呢 就要去找佛陀 要跟佛陀出家 要去学习 结果呢 这个走路呢 走到一半 就 口很渴 对 然后呢 她就 对 喝个 喝个水 喝个水之后呢 坐在那边 就开始浮湿 乱想 她想说什么 哦 这么累 不要说修行 有没有 现在走到一半呢 就已经那么辛苦了 要去修行 哦实在是 那很累 胡思乱想当中呢 又就照到她 照到什么 各位 水中的她 她就一直看她 我长得这么漂亮 好像是如花 不是现在如花 知道吗 好像是如花 那我出家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说不定啊 我去选了 印度小姐 说不定什么 还是第一名的 所以当她呢 准备什么 退到 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呢 又看到呢 又看到一个小姑娘走来 对 那个小姑娘有没有 就坐在她旁边 然后就 就故意装病 有没有 然后就累倒了 结果呢 当她看到 镜中的她 她觉得她很漂亮 结果她看到呢 这个来的姑娘啊 既然比她什么 更漂亮 既然比她更漂亮 但是因为她累倒了 结果过一下子呢 一看 她的脸 有没有 开始就变了 开始呢 就变苍老了 开始呢 有没有 长作文了 开始呢 有没有 变得很难看了 开始呢 生宠了 突然之间 她 她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之后呢 她刚才退到的心 又没有了 她马上经济到什么 人生无常 对 她自己呢 有没有 容貌 意思如此 对 片刻呢 不停留 所以她决定呢 有没有 还是呢 对 要跟佛陀出家 那各位 这个 这个就是说什么 你今天不是懂了吗 各位 你今天懂了 我看到 各位 可爱之物 可爱之人 注意哦 不论是物呢 不论是人呢 有没有 对 我都不贪爱他 因为我看到的 不是只有这个样子 你看到的 假设只是这个样子 你必然 谈爱他 但是如果 你看到的 你再继续看 他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诸位 我们这个地方呢 很适合插花 你家呢 也很适合插花 但是呢 我常常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买盆栽 为什么不买 那个花瓶 然后插花 他们都跟我讲 那个花 第一天拆下去 是很好看 又很漂亮 接着那个水很臭 有没有 各位 很臭 那诸位 那你看到什么 所以诸位 你要有能耐 你要能够 真的是 要慧眼 能够贯穿 所以诸位 所以 可恶的 不再可恶的 可爱的 不再贪爱的 那诸位 那 那你看到什么 都什么 都是平等 法性 看到什么 都平等 法性 所以呢 你是什么 来去 自由 各位 听到 也一样 各位 对不对 你骂我吃 有没有 那就是吃 你骂我颠 那就是颠 但是 我忍不吃 我心不颠 是说着吃 是说着颠 你知道吗 所以诸位 所以 以后听任何事情 你多久 你都觉得 你耳朵越来越大 就像顺风耳 都很好听 你说什么 我都 都很好听 都很好听 那诸位 就是因为都很好听 所以 你不可能讲一句话 干扰我 干扰我什么 你不能 不可能讲一句话 就叫我做你的奴才 各位 什么叫做你的奴才呢 你叫我笑 我就要笑 你叫我气 我叫我气 我就是你的奴才 各位 我不要做奴才 所以你 你不要呢 希望用讲话 让我会怎样 我不会怎样 再来第二 你也不要呢 对不对 想了一句话 对不对 让我呢 有没有 对别人产生的 哎 排斥 或是差语 或是产生环感 你也修想 让我这样 一样的道理呢 你也修想 去蛊惑我 迷惑我 那诸位 那你是个 多么有智慧 又自在 又随和的人呢 那你的耳朵 对不对 没有办法 这样 你会成大事 我不可能 你不可能成大事 你甚至会用错人 你会拿错把奴才当人才 你会错把人才当奴才 你一定会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一个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来去呢 自由啦 我内在 我都没去踏到 对 通用呢 无智 所以我们在叫做通用汽车 所以诸位 这不是什么 这不是风凉化 这是你修行的结果 所以诸位 修行不是要什么 修行是自己 要过得更快乐 更自在 所以下面这么讲 对不对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那就是 波罗三昧 达到自在解脱 诸位 这就叫自在解脱 各位 那这样无念的行 无念跟无念行 不知道有没有把握 有没有把握住 我今天 所讲的只是抛砖引玉 我不能够一直举例 如果我一直举例 纵使在三十年都讲不完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现象 我不肯讲进 所以诸位 所以诸位 释迦牟尼佛讲佛法 四十九年 对 那讲得了 讲不完 所以 各位 这是第一个重点 接下来 看经文 若百物不失 当令 念觉 即是 对 法府 边敏 吉敏 边见 诸位 这一段的概念 就是说呢 万一你不小心 万一你不小心 把无念当成什么 没有念 这就是陷阱 诸位 什么叫做 把无念当成没有念 你看 若百物不失 就是什么 就是不想 什么都不想 对 这就是 形同草木 诸位 你缓然啊 被这种错误的概念啊 所绑 你看 念念觉 念念觉的是什么 念头啊 压抑 不起 齐被呢 这个 这个法 各位 这个法 什么法 无念法 无念法 本来呢 是正法 只是你自己给他体悟什么 错误 反而你被这个 这个法所绑 所困 所束缚 这样呢 就叫做边界 诸位 什么叫做边界呢 各位你看 注解 边界下面的注解 注解 最后一行 或为断鉴 断鉴画起来 或偏离 常鉴 常鉴画起来 你在断鉴旁边写空 你在长鉴旁边写有 所以断鉴的意识呢 就掉入空 就是偏空 偏一边 常鉴呢 就叫入油 那就是偏油 那叫做边鉴 边啊 你的知 你的知鉴没有什么 中道 你掉入呢 对 偏空 这一边的意思 所以各位呢 读了 你要学蝉 你要打坐 你不懂谈经呢 你的蝉呢 是很有问题的 不论你是学指观 不论你是学思念处 都一样 你一定呢 要有什么 这类 谈经的思想 你的蝉呢 才能够中道 各位 这个概念很重要 你的朋友要打坐 各位 事实上有的人打坐 事实上他不是在打坐 他在练身体 或是练气功 那不能解脱生死 那只能够呢 让你身体运动一下 或是呢 做个养生之道 他不能够让你解脱 你不能开启你的智慧 所以呢 后面这段就是交代你说 怕你被无念啊 错误了什么 见解 各位 接着下面哦 下面就要鼓励你呢 善之士 悟无念华者 万华尽通 万华尽通话起来 悟无念华者 见诸佛 尽戒 诸佛尽戒 地位画起来 悟无念华者 自佛地位 自佛地位画起来 这个诸位 现在六祖会能 大师 给你当天看 挂波前 你知道吗 意思就是说 无念 你只要懂 不要不用 其他东西都不用谈 他只给你谈这两个字 无念你只要懂 万华尽通 你敢相信 这就是我们常说讲的 一里通万里贴 通就是都通啊 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懂 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懂了 这位 学佛法 重点 不是 叫你什么 去知道佛法 去知道佛法 知道佛法 重点不是叫你呢 去用佛法 用佛法的重点 是叫你什么 不执着一切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学佛法 接着呢 爱佛法 接着呢 用佛法 接着呢 就是用 用啊 没错啦 你现在套入公式 你在用佛法 你的心中呢 对不对 还有佛法可以用 我跟你讲真的 有人啊 问六祖慧能 大师你懂佛法吗 六祖慧能跟他回答 我不懂佛法 自己去参 后面的公案 自己去参 自己去看 去看六祖大师 是怎么这么回答 他去参参看 为什么他跟他回答说 我不懂佛法 所以诸位 对 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 不是想要去拥有 学习的东西 这句话你要好提问 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东西 不是想要去拥有 学习的东西 诸位 你今天买药来 不是想要去拥有药 买药不是说 我告诉你 我拥有药 你不要摆错了吧 我们今天学佛法 是因为呢 我们执着 学完了佛法之后 让知道呢 对 一切呢 尽是执着 懂了就开悟了 懂了世界上 一切的道理 就懂了 万华尽通 诸位 这一句话呢 不夸张 跟你讲 不夸张 就是不夸张 你相不相信呢 看你的眼神 还是充满了怀疑 就是不相信 诸位 我可以告诉你 对 虚空懂了 什么东西 能够离开虚空 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离开虚空 诸位 你的心懂了 诸位 我告诉你 你现在什么 可以离开你的心 那你应该知道了吧 你什么可以离开你的心呢 心懂了 那不是什么都懂了吗 所以懂了 万华尽通 你在看我 你就要产出 毁谤的眼神 知道吗 你等一下就很糟糕 好好去体会 你看 无念华尽呢 见诸佛 我境界 诸位 佛的境界是什么 你就呢 见到了 诸位 就像高山呢 在上面 我们永远看不到高山 但是当你能够 当你能够悟 悟无念华 你就能够见到佛的境界 最后 他告诉你说呢 悟无念华 你就当身成佛 自佛敌位 所以各位 六十五分都这样跟你说 现在说到第二篇 都给你保证 你说 接着注意看 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 信念还是不信 善知识 后代得无法者 将此顿教法门 疑 同见 同行 花燕 受持 如是佛顾 终身而不退者 定入圣位 诸位 画起来 同见 同行 花燕 受持 终身而不退 终身而不退华 终身而不退华 对啊 我们都是后代 后代 后代呢 得无法者 诸位 你得不得六祖大师所教你的 对不对 什么花呢 顿教法门 现在就要问你啊 好 已经是说 你能够明白顿教法门 然后大家要能够什么 同见同行 诸位 同见就是有这样的知见 共同有这样的知见 同行 能够来去修 对不对 无念行 同见同行 如果不同见 诸位 不要勉强 勉强不得 有时候只是会害死你 对不对 大海呢 对不对 淹没的小草 对 对 那同行呢 有没有 举个例子 现在学佛哪个不念佛 万一你不念佛呢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同见 要同行呢 你说你能够这样行 但是你要花怨受止 诸位 花怨的意思是上 你就是呢 对不对 为自己 为自己拿着下个愿力 人呢 一定有他自己的理想 各位 为什么你要呢 对不对 有人讲说 我知道了 花怨就酒粗了 你说酒粗都没了 不要说酒粗 贪我买 酒粗我买 诸位 事实上你这样解释 你就有问题了 诸位 这不是花誓 这是什么 这是决心 各位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决心到底多么重要呢 这个决心 可以呢 对 让你什么 过关斩将 过什么关斩什么将 过你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挫折 所有的退到 你一定会退到的 各位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退到的 这个世界上没退到的 很少 都会退到 诸位 你退到 谁来支撑你呢 诸位你以为你退到 老师 师傅会跟你讲说 不要退 不要退 你以为你退到 同学呢 对不对 一百个人在后面挡你 挡得了你吗 你会退到 就是会退到 谁跟你讲都会退到 所以我会告诉你 我 我对 我对那所有的同学 只是言其言媚 你来 我就跟你讲 你不来 我就祝福你 为什么 我能劝你吗 我能拉你吗 我能留你吗 我能跟你讲说 你不要退到吗 我今天老实告诉你 你修想老实 同学会帮你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好的 诸位 今天做一个东西可以帮你 就是你自己的愿力 你不知道你的愿力是上方保健吗 我很早就知道这种概念了 不然我早就退到了 各位能保护我的就是这个上方保健 当我有的愿力 我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只想到我的愿力 有没有 我就再往前走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真相 说实在的 好听叫做什么 共修 好听叫做同修 谁能够 谁能够说 不要走啦 当着来做佛祖啦 谁能够有能力 他在跟你说什么 不要走啦 当着来做佛祖的人 可能他名字就成造了 各位难道不是这样吗 各位我们在公司 你可以注意看 有没有 当同事要离职 你就给他讲说 不要离职啦 有没有 改天他 他自己离职 所以诸位 求行 要进入自己的内在 彻底去明白 对 各位我们人的 我们人的内在 有时候需要鼓励 有时候需要人家关心 但是诸位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鼓励你 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关心你 为什么 对不对 鼓励你 对不对 你有时候呢 对不对 不需要我们鼓励 关心呢 有时候会带给你压力 你要叫我怎么办 你要叫我鼓励你 还是关心你 我没有能力 对 所以诸位 所以我跟你讲的都是你自己 你自己可以帮助你 得到达彼岸 你自己可以让自己永不退到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所以原则上 所有的人都掉入什么 六层 事实上呢 没有进入内在掉入六层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各位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花燕啊 你才不会退到 受此呢 就是依教奉行 按照呢 诱主会能大致所讲的 这样的 好好的修持 如是否故 诸位 我们常讲说 那近神如什么 如生在啊 对不对 我们在学这个 就好像呢 对不对 佛在我们身边了 所以呢 我们终身而不退啊 各位我们终身不退转 大使就给你讲说什么 定入圣位 你一定呢 在成就 在后面这段 一定要讲完 诸位 到达这里 定入圣位的旁边 你写两个字 自觉 自觉 因自我觉悟了 但是这样还不够 为什么还不够 接着说什么 难须传授 从上以来 莫传吩咐 不得 逆起 正法 好到这边 诸位 你在呢 来续 传授 传授旁边写 绝他 有没有 绝他 你现在要去绝他 你现在去教导他 上面那段 意思就是跟你讲说 当你自己呢 已经按照 顿教法门修行 而自己 证悟了之后 你就应该去 传授 有没有 传授呢 后来的人 传授后来的人 重点两个字 莫传 两个字话起来 莫传 比如说立宣呢 我现在上课 叫什么传 我现在上课呢 叫做什么 公开传 诸位 禅 禅 不是这样讲的 诸位 莫的意思呢 有没有 就是说 真理呢 不在文字 真理呢 不在语言 真理呢 在你的心 莫传呢 就是以心 应心 叫做莫传呢 叫做莫传 懂的人呢 有没有 脸花就微笑了 懂的人呢 就知道呢 不立文字啊 教外别传 懂就是懂 不懂啦 不懂啦 胸口 也是 麦克风 说派一百句 可能会怎样 也是 所以各位 莫传 你要知道 禅的核心呢 就是莫传 所以禅门 有一种谎门 叫做莫造禅 所以各位 所以要听懂 玄外之音 所以呢 不得逆其正华 也就是说呢 你不能够 令华 这样了解吗 或是将词华 有没有 自己懂了 就说呢 就像祖传 什么 秘荒 所以各位 不行这样子的 所以这就是 六祖大师 跟我们开示 说呢 你修呢 你懂五念行 按照五念 去修呢 五念行 接着之后呢 你就呢 会呢 成佛 成佛之后 你就应该去传华 这是六祖大师 跟你所交代的 所以各位 会合 要接受胸 知道吗 好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去哪里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